大家好,謝謝大家提早加入我們的研討會平台 那距離我們研討會正式開始還有五分鐘左右 我們還有部分參加者正在登錄當中 那就請大家先稍待一會 然後可以觀看一下我們螢幕上面的注意事項 那我們會準時在兩點的時候開始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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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可以假想一个有生命周期的研究历程 前期可能会是我们在 假设我们是一位学者 前期我们会设计研究啊 搜集资料分析资料 然后接下来是撰写研究的成果 到出版甚至分享我们的研究结晶 假设是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周期 我今天第一件事我今天第一件事我今天第一件事想跟大家跟大家提的就是开放科学是怎么从出版之后分享跟开放研究成果慢慢慢慢逐渐的往生命周期的前面走形成所有阶段的 old products都值得开放的这样的科研世界那第二件事情是想跟各位介绍的由图书资讯学出身的我 想跟大家讲一下现在图书馆里面在支援开放科学有哪一些研究资料相关的服务 另外也会有一个教授的情境带各位同道去体现一下 如果我们要进行的是开放科学相关的实践的时候 一个一位学者他可以在研究历程当中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那最后比较轻松的想要跟大家分享是我自己的研究以及我从里面获得的启发 我跟我的团队在过去三年中走访访问调查约莫50位在台湾的学者各领域都有 那我们发现一些很好玩的事情 然后最后也有我们做出了一些设计了一些资讯的界面或工具跟大家做第一手的分享 首先要先介绍一段就是跟开放科学并肩齐行的一个时代 叫做Data Intensive Science资料密集科学 它是有别于之前一时代的电脑运算啊实验当道的时代 大概是从2000年过后就是电脑运算增加 各位可以想到的电脑运算变快 网路技术也越来越进步 云端的技术也越来越普及 那这样子成熟的情况下 各种研究团队开始有办法便宜的经济的制造出大量的资料 然后也有相关的基础建设可以帮忙储存这样子的资料 然后随着越来越高张的需求 电脑运算越来越快可以跑更多的证据更多的数据 那这样子的一个时代是慢慢的影响整个科研界 不论是人文我们有数位人文 然后到社会科学我们有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这个资料密集科学时代慢慢的来临 那我们的能力进步了资料也变多了 那这边的利基就是我们也有更多容量 然后或者是更快速的云端资料基础建设 想先跟大家打个底说 现在我们的时代是这样 那所以其实也有很多问题会慢慢慢慢的出现 那除了比如说像是资料管理的问题啊 还有资料复杂大量的问题等等 但其实也有好处 就是我们开始有这么多的容量 可以去储存每一个阶段的研究产品 所以这个也造成了我们之后 在分享跟开放上有更多的机会 那在这个资料密集科学的典范下 学者Lion在2016年的时候 就提出了有这个资料密集科学观点的开放科学 它有三个面向 在图面中各位可以看到的是 也可以说是三个轴线啦 那第一个轴线就是研究应该要让公民参与 各位应该可以联想到一些概念 比如说科学民主化 让公众参与科学等等的形象 那第二个轴线就是管源同道们应该蛮熟悉的 也就是成果公开 Open Access 那在以前的阶段我们都是讨论到出版的成果 像是期刊的文章会议的文章可以放在公开的地方 供众人取用这样的概念 但是开放科学一直演进再加上数据当道 这些成果除了文件之外 当然也包含了原始的资料 数据也好文字图像 还有发展出来的软体工具或甚至原始码等等等等 都是有机会公开的 那最后一条轴线也就是我之后会讲到的 我认为接下来的十年可能都是走这条轴线的趋势 也就是研究的通透度透明化的研究过程 其实透明化跟Access是有不一样的维度的 大家可以想象东西放在大家可以取用的地方 但它可能步骤或细节写得不够清楚 这样子也没有办法好好的使用 所以透明化身为另外一个轴线 它就是希望在这个开放科学当中 学者在分享研究成果中是有标准 有规律 然后以及透明的可以揭露自己做出的一些决定 或甚至点藏一些失败的结果 让后继的实验者有办法依循的看到这些细节 来避免错误或甚至advanced science 所以今天的重点呢 会放在是所有成果公开 Open Access跟透明化研究过程这两个轴线里面 那开场的我们的panelist有小小的闲聊一下 那大家觉得说公民科学今天不是主要的焦点 有点可惜 那我也觉得有机会我们会再来聊公民科学 今天的焦点就让我们放在透明化的研究过程 跟所有成果公开的这两个轴线 好 那刚刚在介绍今天的大纲的时候 我有说到我们是怎么开放研究成果 从整个生命周期上面都可以开放 那这边各位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简化的生命周期 假定我们是一位学者 从研究设计想法到探索一些文献 研究执行 包含收资料啊 清理资料 分析资料 到报告研究出版 外展行动有可能是推广自己的研究 或者是分享资料 分享文件等等 那其实管员同道们或者是学者们 应该都已经有这方面的实践了 在开放科学的架构下 我们已经在期刊正式出版之前 我们都可以分享preprint 也就是期刊寓印本到网络上 提早那个citation累积的时间 那出版后我们也都有知道 我们可以分享作者的版本稿件 甚至有一些比较eager的学者 他比较拥护开放科学的 他会分享他的资料 供其他人利用 不过也相信各位可以看到画面中 有一个shade 把这个生命周期一分为二 目前以前的开放科学是比较关心 研究报告落成之后的分享跟公开 那至于研究报告之前 研究的执行跟探索 还有设计想法阶段 就比较不会有人分享 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可以看到 现在的状况是这个样子 那也因为这个样子 需要跟各位介绍另外一个 大概从2010年中期之后 在开放科学学界 就是我们的社群 非常热门的一个概念 叫做R words 那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我举了三个R words 就是以R开头的字 replicability跟replicability reproduciability 可重复性 可复制性 跟可再线性 用生活化的方式来解释的话呢 可重复性就是同一个团队 他能够再做一次 用一样的设置跟一样的环境 再做一次实验 或再收一次data 证明他们的成功并非偶然 所以是同个团队 要能再重复一次自己的研究 那可复制性就是指 不同的团队 能够用一样的步骤 那成果就不是重点 成果可能成功 可能失败 它的重点是放在 使用相同的步骤 那可再线性近年来 已经去概括前面的两个名词 也是今天的talk 会特别讲到的概念 它是指不同的团队 能做出相同的结果 那至于是不是用一样的步骤 还是步骤有优化过 这个不是他关心的重点 那各个学科对于这些R words 都有不同的定义 刚刚跟各位介绍的这些定义 是偏ACM 也就是电脑跟资讯科学 这边的定义 如果在座的同好有工程的学科管员 那可重复性跟可再线性的概念 是刚好编导过来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 对于这些R words 觉得有一些有趣的部分 因为各个学科的实践都很不一样 那比如说如果在座的同道 有是心理学的学群的话 可复制性就是replicable 就等于reproducible 所以其实每个领域都不太一样 那为什么这个可再线性会如此的重要 就是因为如果我们的科学不能再线 这样重要的理论 有可能会建立在虚幻的假设 或是根本做不出来的结果上面 其实像基础研究就像气砖一样 那前阵子我们也有听到 就是一些干细胞的团队 或是心脏团队 他们做的东西是造假的 但是后来就发现 有一群学者是在他们的根基上面 也做出来的研究 所以就让人觉得 这个东西就像是骨牌效应一样 如果有一篇很重要的论文 是不能被再现的 那后面的科学都让人觉得很玩味 是不是也是建立在虚幻的假设上面 那加上了这一个脉络之后 原本干净的研究历程 也有可能我们会遇到一些投机的行为 比如说P-Value Hacking 简称P-Hacking Hacking就是那个骇客那个字 这个地方我给他的中文叫做P值骇客 他的意思就是说学者不停地更换统计变数到 我try出显著值以后我就发表文章 另外有一些投机行为包含Hacking 我们知道结果以后再去前面修改假设 这个也是科学上面觉得很投机的一件事情 另外还有是我们没有办法挽回的 这个是大家都这样子的出版偏见 Publication Bias 他的意思是说 期刊上就是投稿会被接受的文章 通常是有好的成果的 这是人之常情 因为失败的尝试都不会被拿去投稿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从错误中学习 那永远都只有看到好的结果 或甚至比较漂亮的结果 这个也许不是科学的全貌 那也因为这样就会开始学者反省 如果我们只分享在Reporting 也就是刚刚讲的生命周期后端的这些产物 是不是就很难以避免这些 投机的行为 以及前面的细节都散失了 我们没有办法从真实的科学中学习 所以今天的开放科学 逐渐形成所有的products都值得开放 在这边有为各位放一些例子 比如说prestation 在研究设计想法的时候呢 就先注册自己的研究到公开的场合 我们等一下会再针对prestation讲更清楚 所以如果管员同道这个地方有问题的话 就是我们等一下就会来解释 那另外一方面 现在方件上也出现了很多有用的工具 可以帮助学者们分享实验的步骤 它就像是一个食谱一样 大家可以想象学者拿着iPad 然后呢旁边有像食谱一样的东西 在操作的时候就可以使用 这样子不会漏掉任何一个步骤 另外它上面还有一些有趣的设定 像是沙漏啊 Timer啊这些的 可以帮助实验者在做实验的时候很顺利 另外一方面 有一些独到的步骤 也可以放在网路上面 供人家去参考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 那其他的部分 我想管员同道们应该不陌生 那从一样是开放preprint 但是在开放科学架构里面 也有人在倡议说 要开放同猜审查等等 那另外有分享资料 以及所有的产品都有DOI可以追踪 不管是protocol也好 还是data也好 都可以继续持续的追踪 那刚刚的这些崭新的实践啊 学者们肯定也觉得很头疼 怎么突然多了那么多环节 或者是那么多东西要开放 那我在这边也为各位转一个视角 我们回到图书馆来 那因为我自己的专业也是图书资讯学 那图书馆在这个部分就有蛮多 近年近十年来累积了蛮多的经验 可以帮助计划主持人的 那资讯量有点大 我们之后也会分享这个影片 那各位管员同道如果有兴趣 可以再去针对关键字观看 但总之就是围绕着研究历程 图书馆可以提供计划主持人 或是校内机构内的师生 去做一些深入他们研究 跟资料互动历程中的服务 好 那除了图书馆以外 外部的网络世界有很多资讯工具可以使用 我们现在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 我们邀请这个我假造出来的人物 这个是台大医学院药理所的P教授 那这位P教授的研究历程是经过真实的访谈 而且我们去反谈很多次了 所以这个人物的设定是有基于真实人物改变的 但这个图是假的啦 我从网络上找那个没有版权的人物来就是放在上面的 那这位P教授 他是做跟药物开发新药相关的 举红酒多酚为例子 假设他是 这是我自己编造出来的 假设他要用红酒多酚来开发一种营养食品 或者是一些保健食品 那他的研究历程应该会是这样子的 首先他会用Mantaly或者是Jotero 这一类型的文献管理工具来管理他需要的文献 另外他在网络上的工具 使用Protocols.io来记录跟设定他的研究步骤 他在平台上也可以看到其他人是怎么样的分享 好 那我这边有一个截图 那我觉得这个情境跟我刚才讲的那个红酒多酚不是一样的 请大家见谅 在左边我们可以看见 他在上面有一块卡片是讲这一个实验步骤的名字 还有他的作者跟他的机构 然后下方各位可以看到还有按部就班的实验步骤 Step 1 2 3等等的 另外他在右上方也有视觉化的仪表板 可以显示实验步骤的进度 比如说他现在是做到了第二个 那至于界面上为什么会知道他做到第二个呢 就是因为他在这个界面上还有一些使用者互动的环节 他有办法用完成记号等等的事情来助记 所以这位研究者如果使用了这一个界面的话呢 他会是现在是做到第二步骤的 那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第三步骤 这边有一个简单的timer 可能用手指点下去 他就可以开始倒数计时 要做怎么样的事情几分钟等等 在这个界面上都有很良好的互动 好 那接下来他可能会利用OSF的prestation 或像期刊提交预注册的研究 那刚刚有跟各位同道说明注册研究这个概念 它是一种新的投稿方式 或者是新的一种揭示自己研究的方式 注册研究的意思是说 在还没有正式执行实验 还没有搜集资料前 计划主持人或学者先将资料投稿到一个公开的地方 他必须要说明他研究的前沿 他有一点点的文献回顾研究假设 跟他应该要做的程序 还有分析的策略 以及他必须要提交他的样本数大概会多大 因为这些有关到后面统计啊 检定的这些品质的估量 他需要告诉样本 还有显著值要设在哪里等等 那如果是放在公开的地方 那就是揭露在那个地方 那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投给部分的期刊 他们有接受这样子的内容审查 期刊会派同财审查 一样的是其他的专家去审查这样子的研究计划 那审查结果就会是拒绝或接受 如果研究计划接受之后呢 这个东西就叫做 In Principle Acceptance 叫IPA 如果这个注册研究被期刊接受的话 之后他的实验不管是失败或成功 这个期刊都必须要刊登这个研究 所以这个就避免刚刚前面说过的 Harking的问题或是P-Hack的问题 就是如果我怕我自己不够成功 然后出版期刊的主编不想要失败的研究 这个IPA的接受就稍微消弭了这样子的一个难关 好 接下来这位P教授他可能通过了 然后他就使用了一些电子实验记录部ELM 像是SignNote或者是其他的工具 去点藏自己的实验细节与结果 那当我自己在走访的 走访台湾的这些学者过程中 我也发现到有些学者 他们其实是不习惯 也不能够使用电子记录实验部的 那原因就会是因为他们可能手上 会有一些有毒的荣液啊 或者是他们在做 整个实验的时候都是戴着厚重的橡胶手套 他们是没有办法使用这个ELM的工具 他们必须要整个洗干净之后在实验室才能使用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因实验室 他做实验落实的细节而有益的 那他做完之后可以用线上的文书编辑工具撰写文章 我想这个应该是每个领域都会犹豫到的情形 另外是他可以使用OSF 就是等一下我们会给各位看的一个截图 他使用OSF这个平台产生一个立名的连接 在投稿的时候 他可以把这个页面分享资料出去 但同时保有匿名 我们先来看几张很快速的截图 在坊间上面ELM有蛮多工具的 比较有名的是这个SignNote 然后另外是我们有访问到中研院的学者 他们有用这个Biovia的notebook 是一个很简单的电子实验记录部 那还是要看各个PI或各个学者 或是同学他们自己的习惯 至少坊间我知道知名的就有五到九种 所以这边其实只要Google ELM Electronic Lab Notebook 就会有很多相关的产品出现 那刚刚所说的OSF是Open Science Framework 这个网站 那我自己的研究团队本身也是利用这个产品 在管理资料以及相关计划里面的文件 那以这张截图为例 研究团队可以利用这个平台 产生一个匿名的连接 然后各位可以看到框框里面是Anonymous 也就是匿名的 所以在投稿的过程中 可以给他们一个在外面公开的匿名连接 这样子审查委员在审查文章的时候 你可以顺便查看资料机 而不会泄露自己的身份 像这个地方就会是资料集可以下载 可以观看参考 那等到文章顺利被接受之后呢 出版的时候只要一键 就可以将原来的匿名化转成公开 所以原来的连接放在文件里面的也不用更改 这是我觉得OSF的这方面做的很方便 也很符合研究者需求的地方 跟大家分享 那最后呢就是期刊手稿已经波折被接受之后呢 就像刚刚给各位演示的平台 可以把匿名的连接转为公开 那最后一个我想是管员同道们可能会很有兴趣的 就是某些期刊像plusone 他自己有自己的期刊政策 他为了要鼓励开放科学跟这种预注册研究 他们自己有说只要是预注册研究的文章费 接受之后呢 文章处理费的APC可以有五折的优惠 那这当然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各个期刊有各个期刊奖励 或者是激发学者投稿预注册研究的机制 这个部分我目前就没有收集 那就跟大家讲说plusone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 好刚刚一期课程就讲完了开放科学的趋势 还有一些介绍学者的情境下面会使用到的工具 那最后的六分钟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过去我三年多跟我自己的团队在台湾做的一些研究 好那我们团队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开放科学文化里面 学者的实践 那其实这些就是我刚刚讲收集超过50位在地学人的调查 其实各有各的研究问题啦 我们还有包含一些硕士生的硕论啊等等都在里面 那大家研究问题也不太一样 不过我们中心思想跟中心的研究的探索问题 都会是学者在开放文化开放科学文化下面他是怎么去做资料的管理 分享跟他如何去做在线性的实现啊实践就是那些r words 那我们的规划就是收集到了这些实践之后 我们毕竟是对资讯设计还有资讯系统开发有兴趣 我们可以去设计符合这些领域学者的一些相关的系统或者是工具 那如果是无形的不是工具也没关系 可能会是一个机制或者是一个流程来帮助大家 就是去让自己的研究符合开放科学的文化 那直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挖掘到的一些特色好了 首先我们有访问到一些资讯学群的学者 我们想要知道他们对资料分享上面的看法 然后我们的亮点就是因为资讯学群的学者 他们已经对于资讯系统跟工具非常的上手了 所以其实许多其他各个学科里面会遇到最大的阻碍 也就是technological这边的障碍 资讯学群的学者比较少 但是他们要的更多 他们会觉得资料的分享跟测管 目前为止用这种出版方式不是他们要的 最好是像GitHub那样子 他们可以随时更新自己的资料集 随时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像版本推送一样 他们用自己的力量去做管理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访问到比较特殊的 是分子生物学的学者 他们拥有非常特殊的文化 就是说他们在出版周期尘埃 他们所谓的尘埃落定之前 研究出版之前 他们是不可言说任何事情的 包含他们怎么去做实验 他们实验的参数当中是怎么调整 三先其口 连隔壁实验室的人要打听都听不到 但是他们在尘埃落定发表之后 他们所有的细节都可以极致公开 甚至像DNA的序列什么的 他们都可以完全的公开 所以这促使我的团队 在之后设计相关资讯工具的时候 会想到这样的情境是 它也许像一个开关 它就是一直在那里 只是它关起来 门锁起来不给人家看 但是等到尘埃落定 或者是计划主持人 计划团队需要分享出去的时候 它一打开就全部都出去了 不是一个慢慢蒐集 或慢慢分享的过程 再来是比较有趣的是 人文领域的学者 那我们之前去访问到 15位中国文学的学者 他们认为现在我们台湾 很常推的这些数位典藏 或数位化的资料 是有可能让资料的营养流失的 我们当初在听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 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说法 因为我们一直误认 我们在资讯领域会一直误认 学者们会觉得数位典藏 可以让他们减少周车劳顿 或者是接触到自己点击 或者是古籍的机会 没有想到学者们说 数位化的资料 反而就让那个资料的质感 比如说他们想要注重的一些细节 而失去了 那他们现在就是跟数位典藏的 这些文文古籍啊 点击互动方式 就是上网看哪一个地方有 然后他们真的要研究它的时候 还是会飞过去当地 或者是移动到当地去索取 这点是我觉得蛮有亮点的地方 各个领域都很不一样 再来是一个最新的是 今年年初的 我们访问了一些犯罪学的学者 那这个是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的 那大家可以想象的 就是犯罪学学者会遇到 比较敏感的互动族群 比如说受害者或是犯罪者 甚至有人是被剥夺公权嘛 就是在监狱里面的 那像这样子的要申请 跟这些人互动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犯罪学学者 很常会有一种经济价值的概念 就是因为这个第一手资料取得太不易了 要进入监狱里面跟受刑人访谈 太不容易了 层层关卡要申请 所以进去以后 就会是一个中长期的合作 在跟资料互动 然后以及资料的价值 我想要都好好的用完之后 我才有可能会公开给别人 那另外也让我们觉得比较研究亮点的地方是 犯罪学资料的公开 学者们有说包含特殊族群的犯罪行为啊 或者是分人口统计这些变数的犯罪行为 很容易会让社会大众误解说 某个族群是不是特别会犯某种罪 那有点就是变成加深了刻板印象 跟族群之间的隔阂 那这个东西 也就是资料本身是有克责性跟政治责任性的 是体现在我们跟犯罪学者互动的过程中 常常看见的一个想法 好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时间不太够 我讲快一点 那另外我的团队有设计 就是基于以太坊技术的技术架构 我们设计了一些以区块链核心推动的 一个研究历程管理的工具 那很多很多的party 像是期刊商啊 或者是作者们都可以受益 比如说在智慧合约里面 我们可以去规定说 比如说假设我是期刊主编 我规定说 这个你至少提交过来的成果 你资料分析最少要三天吧 不然我会觉得 你是不是先分析才去收资料 或者是 我觉得全部的作者都必须要同意投稿 他必须要在区块链里面都有签章 去肯认这件事情太好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 原本是需要人力去复合的 那他都可以用这个区块链去验证 那使用者端 我们现在也还在设计他的界面 就先让大家看一下 谢谢协力的两位同学 好那另外一方面刚刚所说的区块链技术之外 我们在跟这些学者们互动的过程中 我们观察到以新兴的科技作为机会的话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事可以做 比如说刚刚讲到的区块链技术 不可篡改跟可溯源的管理研究的历程 另外一方面有一些新的题物 像是如果资料是从仪器采集之后 直接就连通到平台 也就是说资料在收集的过程中 它就是变成是开放资料 born open 这样是不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呢 但同时它是不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如果我的研究仪器设置不良 会不会出现很多不好的资料 或者是一些我觉得不够完美的资料 到底是节省人力还是耗费更多人力 这个也是在新兴科技作为机会 也是有社会面我们可以去想一下的 再来也是很多学者都有提到的是 不管是资料的腾达 资料处理 资料转换跟成果的验证 还有在分享成果的Meka Beta编辑的时候 都需要大量的重复的人力跟劳力 那如果这部分有很多的自然语言处理 或者是人工智慧可以加进来 帮我自动的截取一些东西 那或者是自动转换 自动检查一些东西 那是不是可以让这些劳力 比较不会被耗损 这些也是我们可以去想象的未来 好 最后作为结尾 那面对开放科学的趋势 如果您是管员同道的话 在这里就建议您可以 或许可以持续的观察国际的实物 同时注意机构内学者对于 比如说研究资料管理 研究成果 预注册 这些想法跟需求 那我自己有去 遗地研究的时候 跟荷兰也好 美国的图书馆互动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的 我们还在观望的时候 他们眼睛一亮说 观望的好 这个东西不一定早点出发就是好 也许晚出发不一定晚到达 我们可以观察 持续观察国际现在对开放科学的实物 我们可以避开就是不太成功的一些举措 也许晚出发的我们不一定是晚到达的 那在座如果有各领域的学者 您或许可以开始注意您的领域社群 对于开放科学的实践 是不是也开始像我所说的 朝着生命周期的早期移动了 是不是也会开始利用一些支援 开放科学文化的工具 像刚刚介绍的那些 那您也可以注意您的领域 是不是新增了一些规定 在投期刊的时候可以特别注意一下 那如果有需求的话 也欢迎您找您机构里面的图书馆 或者是研发处询问 好那对于开放科学相关议题 有兴趣的 尤其是跟我差不多的 就是资讯科学领域的学者 我觉得我们可以持续再看一下 新兴科技如何可以更完善的支援 开放科学的工具 还有刚刚前面所说的这些R words的实践 那期刊商或者是出版商这边 您或许可以持续观察国际的实物跟领域的实践 然后也注意就是现在的收稿策略 是不是需要调整 那以台湾心理学 台湾的中华心理学报为例 他们在2018年就开放了预注册研究 跟注册重置研究的投稿 也就是说台湾这边也有期刊 开始在收这些presentation的投稿了 那您可以注意一下您的期刊 要不要需要调整 然后如果您支持开放科学的话 下面有一些关键字像预注册研究 还有注册重置研究 还有Top Guidelines跟Top Factors 都是您可以参考的目标 好那今天我的talk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这边是一些reference 然后有问题的话 我们等一下QA的时候 大概跟大家一起讨论 那我们把时间还给主持人 好非常谢谢曾教授今天精彩的分享 那我们下一位讲者是 我们EBSCO雅泰区技术部门的负责人 Vincent 那Vincent 时间交换给您 好 各位老师同道同学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仲叶 那同事们一般都叫我Vincent 我目前在EBSCO雅泰区负责技术服务 相关工作 那首先非常感谢正为老师的分享 我自己也收获很多 那我的讲题就是延续 正为老师的开放科学的主题 在聚焦于目前几个 已经可以提供服务的工具 那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 是作为一个肩负科学使命的机构 那他正在起草一个叫做 开放科学精役书 就是Recommendation on Open Science 那这个精役书的初稿 其实已经完成了只有中文版 那有兴趣的同道同学 可以去查询 那基本上他大概会在今年的11月 在他们召开的大会上 会通过这个精役书的一个宗告 那届时候呢 应该是各国的政府 或研究的机构 都会受到这些准则的影响 那个影响会是更强烈的 那在这份精役书的初稿中 提到开放科学背后的理念 基本上的刚才正老师的 的演讲里面也有提到了 那其中其实除了这边有讲到的 利益攸关方的积极参与 然后使科学信息 科学数据 还有科学成果 能够更被广方的一个获取以外 还有更可靠的使用 那其实涉及的范围 就是包含了整个科学研究流程中的 各个步骤 那利用这些数位科技的各种工具 将研究材料资料 还有实验过程 开放给大众 那就分享 还有合作 去降低这些研究参与 的各种门槛与障碍 那我这边其实主要想要强调的是 更可靠的使用这个概念 其实就是前一场次 郑老师提到的 这个研究的在线性 reproducibility的这部分 那到底reproducibility 可重复性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一直以来 我们因为我曾经也是图书馆员 所以我应该可以用我们了 我们图书馆员长期关注的 就是在管理或者是注重的是 这些书或文章 但这些学术文章 或是这些科学的研究文章报告 普遍有一个共通的欠缺 就是对于研究的资料 程式码 或者是详细的一个研究方法的步骤 并没有完整的交代 那这当然也可能是有很多原因 包括受限于这个期刊的篇幅 或者是一些是研究人理的关系 但是不可否认的这些欠缺 也造成了研究再现金 跟可重复性的危机 在Nature 曾经有一篇 调查报告在2017的时候 提到这个问题 那这篇文章 访问了大概1500个科学家 其中有高达9成的科学家 都认为研究有再现性的危机 那这个是不分领域的 不管是在这个调查报告里面的 化学的领域 或者生物物理工程 医学 环境科学 或者其他领域都有这些情形 甚至这些科学家 都有过 无法重复研究的经验 甚至是自己 无法重复自己研究的经验 因此我们确实面对 这个强调开放科学的时候 会遇到了一些挑战 那如果我们从两个角度讲 分别是从机关的角度 或者是研究人员的角度 来谈 目前 这个开放科学浪潮下 研究的挑战 我们如果从图书馆的角度 或者机关的角度 我们可以很明显知道 以往提供文章或书籍的 这种访问 可能会有所不足 可能还需要多考虑到 一些便利的方式 让研究者能够去 取得这些程式码 数据 资料 或者是研究方法 另外在进行长期保存的时候 也需要考虑到文章以外的一些format 包括这些程式码数据 还有方法 那当然研究的影响力 渐渐的你可能会开始看到 有其他 不限于文章的影响力 而是可能是引用这些程式码 或者是数据 或者是研究方法 本身的影响力指标 那当然机关 或者图书馆这样的使命 就是在于支援 我们的服务人员 研究人员 然后去支持这样的一个 开放研究 开放科学的一个目标和任务 那如果从研究人员角度来讲 我们会发现研究人员 其实或多或少都已经用 很多不同的工具 可能很多工具 还不是像 刚才郑老师分享的 那么先进的工具 可能是很多更传统的工具 那去建立了很多的数据 很多的资料 很多的程式码 代码 还有很多的研究方法 那形成了很多的研究孤导 这些内容的孤导 那是不是有可能有一个集中的平台 可以解决这些研究孤导的问题 或者是能够透过这样的平台 去促成 机构内外同行的合作 而且有更便利的方式 去发布这些原件 这原件当然就包括了数据 包括了这些城市 那并获得这些研究成就 那有些单位 可能还需要去遵守 这些数据保存的政策 才能够去取得这些研究经费 那再来我就会聚焦在 这个这几项前述的这些挑战里面 目前可以提供对应服务的一些 开放科学工具 那首先我会聚焦在这个建立 和管理程式码和数据的工具 和开放平台 那第一个跟大家介绍是Caution 那Caution是一个用于建立 分享共享发布 还有保存可重复使用 可执行的代码跟程式码 还有数据的一个集中平台 那这个平台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它将研究 它可以将研究产出 做成一个标准安全 而且可执行的研究包 它把它称作胶囊 而这个胶囊呢 它其实就是 它的主持人成分 其实就是程式码 数据资料 还有运算环境 其中最特别的就是这个运算环境 也包含在这个胶囊之中 因此我们可以确保研究的在线性 因为当所有人都能够 确保所有人都能够取得 一样的一个研究结果 那运算环境到底是什么概念 为什么它重要呢 我们有时候 即便有了研究的数据 即便有了研究的程式码 执行的代码 运算的代码 但是却有可能无法去进行运算 那举个例子 假设有一个研究呢 它是透过Excel的VBA Excel的VBA基本上也是一个 比较进阶的Excel应用 那它也是一种程式码 那如果它是透过Excel VBA 撰写的程式码 那它运算的资料也得存在 这个Excel的算表里面 那你要运算它跟执行它的时候 就得至少有安装Excel 这个软体或软件才可以执行 但实际上的科学研究的运算环境呢 往往比安装Excel还更复杂 你可能需要安装对应的应用程式 函视库 支援库 插件等 才能够去执行一些特定的运算 而Coation的这个胶囊呢 则是把这些运算的环境 连同数据程式码都打包在一起 那当一个研究者看到一个 有趣的学术文章的时候 通常会对这个产生这些 研究结果的图表的原始的程式码 还有数据会有兴趣 当他想要重置这个研究的时候呢 他也会想要了解 确切的计算环境是什么 那Coation的这个胶囊呢 基本上就满足了这样的一个需求 那接下来我会切换到正式的一个环境 给大家看一下 对不起 那我这边举的例子是刚才同一篇文章 他其实是发表在F1000 Research 这一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里面呢 他其实研究里面用到 他基本上在做老鼠的一个 一个基因的一个 表征文献的一个再分析 那他其实跑的所有的数据 运算的数据 跟里面产生的图表 我把这个滑鼠用出来 那可以看到这边就是这篇文章 本身就附了一个 所谓的Coation的胶囊 Capsule 那里面呢就可以 你就可以看到他运算的所有程式码 是用R语言写的 然后他的Data 他的数据都在这边 那甚至他的环境也都在这里 可以看得到 他需要执行的是 要用R的一些元件 才能够去执行他的这个运算 那甚至他这里有一个 module叫做reproduceability 我点下去以后 可以直接执行这个运算 然后再去验证这个研究的结果 那当然我可以把这个 他的这个网址复制下来 然后我贴到 一个比较大的视窗 那在这边就可以看到 是本来的 这团队的研究 Hey Sorry Sorry 你还是在slide的画面 没有切到那个 MakerD1000的 我现在还是在slide画面吗 OK 我先stop sharing一下 OK 现在看到的是我的浏览器画面吗 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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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那我刚才讲的是Faculty 1000 的这篇文章 那他这篇文章底下 其实就有一个这个 所谓的胶囊 就是coction的胶囊 那他里面呢 就把他的这些数据 data 跟他的程式码code 还有他的环境 都包在这个胶囊的 widget里面 那就附加在这篇文章底下 那我刚才只是透过 这个分享的功能 把他另外开一个视窗 去完整的呈现 那这样画面看起来 会比较舒服一点 那这边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胶囊 基本上他的一个描述 基本的描述 包含他可以取得 一个自己这个胶囊的 一个DOI 所以这个胶囊 本身也是可以被sideable的 是可以被引用的 然后另外就是 他的数据啊 无论我是要在这边进行 分享编辑 因为他是一个已经出版的 基本上我是不太能够去 异动他 那如果是还没出版之前 基本上 他的研究团队 大家都可以直接在上面 分享数据跟程式码 可以集中在这里去进行 那除了F1000 Facled 1000以外 像IEEE这样的一篇文章 是跟 通信 的一个运算有关的 他是做一个图片解析的 你会看到 这个Decoding解码的一个文章 里面也用到了 不同的程式语言 他这次使用MATLAB 就是电机电子工程 比较会去使用的MATLAB语言 那他用的Data 因为他Data比较特殊 因为他做的是 这个图片的解析 所以他是直接用一个图片档 就可以去做一些 跑出来研究结果 他会去优化 这样一个矩阵的解析 那除了这种偏 运算呢 我们一般认为 这些刚才讲的可能 不管是基因定序 或者是电机电子 那社会科学 是不是也会用到 这种Cohotion的功能呢 其实也是有的 像这篇文章是在讲 美国国会的一个 他的成员 他的政党 那他们的一个立法反应的评估 那到底谁会取得 比较好的评价 那通常呢 就是你有正面 发表 比较多正面言论的 这些议员 通常他去比较 他的跟这个选举的票数 是不是有关联 那这样的一篇文章 基本上他也是 把他的统计数据 放在最底下的 这是他跑出来的图表 那他的统计数据 在最底下 也有一个Cohotion的交囊 他是用R语言 去进行统计的 那这是他的这个 统计的数据 Data都在这边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不管是社会科学 或者是这种工程类的 或者是生计类的 或是资讯的 或信息类的 都可能会用到这样的运算 那当你有这个需求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可能 透过这种Cohotion的方式 便利让这些研究人员 可以去分享 他们的这些程式 跟数据 甚至是他的运算环境 那回到我的简报 那另外其实出版社 这边也开始去鼓励 研究的在线性 像是El Sphere 就推出了这个R徽章 这R徽章 有标注R徽章的这个文章 其实就是有透过Cohotion 提供研究在线性的一个保证 那你可以看到 在这边 他这边文章里面就会 比较详细的去描述 他的整个Code的Metadata 还有他的Software的Metadata 好 那简单讲Cohotion 基本上就是一个 一个集中式的 让任何人可以去查询 建立还有共享 他的程式码 还有数据 而且无需本地部署的 一个研究在线性平台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研究呢 可能都那么需要强调 这些科学计算 在某些领域 他可能更看重的是 研究的步骤跟细节 那么他们需要的 可能就是一个 比较便利的工具 去建立 还有管理这些研究流程 跟方法 那刚才郑老师有提到了 Protocol.io 就是一个这样的 一个工具跟平台 他可以用来协作 创造跟管理 还有共用这些研究方法 那大家可能会好奇 或者会问说 研究方法不是在 一般学术文章里面 都会有一个篇章 去说明他的研究方法吗 但是其实这些学术文章里面 往往在这些细节的描述 特别是这些 详尽的步骤 这些组成成分 可能都会有些欠缺 那这边我赛的一个 Atlantic的一个文章 他这边提到了 就是到目前为止 其实最困难的部分 就是在弄清楚 原来实验室到底做了什么 一个科学论文 附带的这些方法 那个部分 基本上应该要提供 做到这样实验的一个食谱 他还是直接用Recipe 来去做比喻 但是这个食谱 往往不完整 缺少了重要的步骤 或细节跟成分 在某些情况下 这些食谱 根本可能没有 没有特别太多的描述 而研究员只是引用了 先前的一项研究 那或者说 这个研究是使用了 类似的技术这样子 那其实这都会造成 不容易真的 让这个研究可以再在线 所以Cohotion的创办人 基本上也是一个 一个科学家 那它其实就是他们整个 Protocols.io 对不起 刚才讲的是Protocols.io 的一个mission 就是要去节省 科学家的时间 同样也强调 那个研究的再线性 让研究更可以被重置 那不管是期刊 或者是出版商 其实都已经有开始 推荐研究者 在提交稿件的时候 透过Protocols.io 送出比较详尽的研究方法 和流程跟步骤 那也有越来越多的 这种研究赞助单位 在他们在提供 研究经费支柱的 一个准则或政策中 要求或建议 使用者需要使用 Protocols.io 那我这边可以 给大家很快再看一下 Protocols.io 对不起 现在应该又是回到 我的这个浏览器的画面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几个Protocols.io的一个 有别于传统 一个 进入研究方法 流程步骤的一个 优势 例如它可以很详细的 描述一些 细节像这一篇 是在做这个 LED的一个控制 电子元件的一个 一个组装流程 那它就可以很详细的 描述这些细节 那除了它应用这些 影片图片以外 它可以应用影片 例如像是这边 这一篇是在讲 这个跟 身体的一个 一个重述的 一个再调整的 一个一篇文章 那它里面就有 几个动作需要做示范 有时候我们透过一些 文字可能不容易去呈现 这样的一个动作 应该是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 才能够符合 这个实验的要求 那这里就直接 用一个影片去示范 它自己的描述 所谓是应该怎么做 那它的 从前面看 看起来应该怎么做 从旁边看 看起来应该怎么做 就可以透过影片的方式 那特别是 当有些研究 它是需要 像是这个是 新冠肺炎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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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quencing的一个研究方法 它里面就有很多的步骤 那这里的步骤 你可以看到 它里面用到了很多 component都是 protocol idol 原生就提供的 那这里其实 我们可以实际上去 运行这样一个 一个 一个protocol 那我点一下这个run 它就会去估算说 我跑完这样一个 时间流程 大概需要多久 那我可以run a protocol 完 变成是一个 我很方便去做 检核 我的每个研究步骤的 一个界面 那这个界面 也有提供 iPad的一个版本 所以当有些实验 它需要 不适合在电脑操作 它可能需要一个Pad 然后加一个塑胶套 那就可以去进行 例如像刚刚有提到 有些是有读物的 那我在这边 就可以看到 完整做完 这125个步骤 需要两个多小时 那我在这里 做检核的时候 我基本上只要打勾 就表示完成这个步骤 那假设这步骤 有失败 我可能就点Fail 或者我可以这里加个Note 注记 我这次的研究 跟研究者本来提供的 这个步骤 有哪些不同 我都可以在这边做注记 那当然有些方便的元件 例如我在这边 我如果很直接打勾的话 它就会跳出提醒 我是不是要skip这个timer 因为这里其实有个 我可以直接点Star 我需要让这个东西 在65度C的时候 要多久 那这里就开始倒数 那倒数完 但我不用真的去把它完成了 这里就是我可以直接这样skip 然后不断去做记录 而且我可以出晚 再做一次这个实验的一个报表 那对于很多lab 很多研究师 它可能很需要做某些重复性的一些实验操作 它就很适合这样的tool 去做一些记录 那当然它也可以整合在我们的文章里面 去做site 例如像这一篇在Nature Communications的文章 那它也是做RNA定序的文章 里面就可以在它的Message这里 最后提到 因为刚才那个步骤 实在太长了 所以它直接在这篇文章里面 去引用它的SCRV的一个定序 CNA定序的一个流程 那这边的详细流程呢 它这边就会写到 它直接把它放在 Protocol.io的Repository 我点这个29 就可以看到 它直接引用了这个Protocol 那这就是Guy那篇的Protocol 里面也有更多细节 甚至其他的研究者 可以直接在每个步骤提问 那作者也会直接在这里做回复 所以可以很明确知道 你到底疑问的是哪一个部分 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 那甚至它也有一个Widget可以使用 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小Widget 可以直接引用在我自己的其他网页 或网站上面 那我在这边 还可以去做一些版本的管理 那例如像这一篇文章 这篇Protocol 它里面已经有六个版本了 那我想要知道 前一个版跟这个版 到底有哪些差异 我可以点Compare 它就可以很快列出来 这第六版跟第一版的一些差异 那当然这些细节 我就不再仔细的描述了 那再来 就是如果要简单的说 用一句话来说 Protocol.io 基本上它也就是一个集中的平台 然后允许任何人去做搜寻建立 还有共同 共用这些研究方法 然后也可以支援可再线性的一个 协同合作的一个平台 那最后只剩下一点时间 我跟大家再讲一下 最后可能这些研究指引股 你都需要一个好的方式去做保存 那特别是许多的 提供研究经费的支柱单位 开始要求 这些研究完成之后呢 必须要进行完善的一个长期保存 那所谓长期保存呢 其实就会特别去强调 Preserve跟Safeguard 保存跟保障这两个概念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长期保存或能够保障 它未来5年10年15年20年后 都能够被有效存取 正确存取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单纯把它做备份 或拷贝这么简单 因为这些资料的格式 会随着时间改变 那档案的品质也会衰退 不管你是储存在磁带 光碟或光旁的这些品质 都可能会衰退 甚至档案可能会遗失或损毁 那如果不进行保存或保障的话 基本上可能 在座的各位可能 或多少都有遇到几个情况 你可能某一天某个档案 突然打不开了 它跟你说这个档案损毁了 或者说 它会跟你说 目前这个格式是不支援的 你需要用 很旧很旧的一个某个版本的 软体才能够打开它 那诸如此类的 就是我们如果不进行保存或保障 进去去监控这些 我们储存下来这些数位 数位asset的一个情况 它可能以后就是一些 不能开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怎么去处理它呢 在SafeGuard这里 就是保障这里 基本上我们会储存多备份 而且定期去检查 这个档案的品质 它的integrity 而且确保它没有被损坏 或者是被盗用 那另外是在保存这一边呢 我们会定期去转换它的格式 到最近比较 新的可以被接受的格式 确保它在几年后 都能够被开启 或者是确保 几十年前的档案 到今天都还能被开启 这是Preserve 这一块要做的事情 但这些事情真的要做 其实我们靠人工的方法 也可以做得到 但是其实有更自动化的方式 那这边呢 我只是很简单的带过 就是我们这边会 大家有空可以去查一下 Archiven这样一个服务 它基本上就是在这方面 做长期保存的一个专家 那回顾今天讲的整个工具 基本上 Cohotion Protocols I.O.跟Archiven 这样的tour 就是确保研究环节 里面产生的这些程式码数据 或研究方法 跟这些研究的产出 都能够保存的一些工具 那今天就可以取得的 那我的内容就到今天 都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好 非常谢谢两位讲者的精彩分享 那我们现在事情主声不多 我们就赶快进入问答的环节 这部分将会由周杰来主持 那我们也收到了一些 各位的问题 那 Jeremy 现在就把QA的时间交给你 OK 首先有参加的来宾 询问研讨会的这个录像链接 会不会分享出来 那这个部分我们到时候 会再提供给大家 那如果晚到的观众们 跟参与者这帮这部分请不用担心 那这边有一个问题 可能会先询问 Vincent就是有 有同道询问到 所谓的Protocals.io 还有Cohotion 皆是免费的吗 Protocals.io跟Cohotion 基本上对于研究者来说 是免费的 它可以免费注册 那只是免费的话呢 它有一些使用功能上的限制 例如它的私有的Protocals的数量 可能有所限制 那Cohotion的部分呢 只是在它的运算时间上 会有所限制 那如果是说付费的话 我们基本上是有所谓的机构版 那这部分是 详细的细节可能需要 另外的时间再去解释 但是大部分对研究者来说 是有免费的版本 但是对机构来说是 我们应该是还有PayTrial 是可以去申请的 然后有另外一个问题 是透过QA发送的 就是免费 就是就EBSCO公司的经验 End User使用免费的这个账户 跟机构正式订购版的账户 它所能够接受的容量 或者是程式在运行的时间 对于End User来讲说 会有很大的差异吗 会不会有免费的版本 不够使用的情况发生 是有这个可能 那基本上以Cohotion来说 如果它的免费版 印象中它是每个月 可以运算10个小时 它只寄运算的时间 你在上面做了编辑 你在上面创立新的档案 这部分是不计算时间的 但是你当时 当你开始点RUN或执行 它开始做运算的时候 这时候才会去 用到你的这个运算时间 所以这部分的确 机构版跟免费版 还是有一定的差异 好的谢谢 那如果还有任何的问题 其实都很欢迎 透过Q&A或是Checkbox 来分享你们的问题 好那这边有一个问题 是想询问正位老师 就是研究人员 对于开放科学的工具 认知度如何 现在听得到声音吗 听得到 好谢谢静宇 那我觉得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 对开放科学的工具的认知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刚刚在我演讲中的这个case里面 我们是做出一个假定的case 所以我们尽量尽可能的把开放工具放进去 那诚实的跟您说 就是事实上在做实践的时候 每个学者他的用量是不会这么多的 他可能是在研究的一些环节里面 大概几个工具会自己使用的很上手 但不是这样子 就是每一个环节都完全无缝的去使用 我觉得有这样子 每一个环节都使用到开放科学工具的研究者 毕竟还是比较少 但是也可以跟您说 我觉得这个趋势是 还是跟着期刊 或者是讲述单位的政策走 如果未来这个R words的趋势 是一路这样子飙过去的话 那会使用这些prestation 或者是在同裁审查的时候 就匿名分享资料也好 或者是使用分享protocol 这方面的工具应该会是一个趋势 那为了要让自己有更多的机会投稿 或者是研究的计划被接受 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研究的人 需要去适应这一个趋势 谢谢 好 谢谢郑教授 那另外有一个问题是 Open Science对于研究者来说 他是有分享保存 那但是在每一个环节 现在都得使用不同的工具 我相信您的想法是绝对正确的 就是有另外一个计划叫做Open Science Tour 然后他搜集了400种跟开放科学相关的工具 大家想想看这400种 就是光一种 比如说电子实验记录部 就可能有9甲10几间在做这个工具 我认为每个环节都需要再使用不同的工具 是肯定会让研究者有很额外的负担的 所以其实在做资讯系统的过程中 也一直都有两个学派在debating 就是我们到底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系统 还是我们应该要让每一个系统都很专业的分工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况且如果我们再做一个大一统的系统出来 它会不会变成第401种的工具 这是人类电脑 个人电脑普及以来 然后这种webget 或者是web application发明以来 大家都一直在debating的 所以我觉得social media会遇到这种问题 就大家会觉得 哇 脸书 IG这么多账号 我再做一个新的 把大家全部都管理起来 变成了第N加一种 那开放科学的确会有一样的问题 所以我肯认您的问题 也是现在开放科学领域里面学者的挑战 那我这边是没有办法回答的 因为我跟您有一样的好奇 所以我觉得这需要更多的研究 还有去深入到各个领域学者的事件 但是在初步 我个人在感性上 我是同意您的质疑的 我也有一样的想法 谢谢 然后Vincent 您的想法呢 我想法 某种程度跟 郑文老师的想法是一样的 但是另一个角度我想的是 到最后研究者总会找到自己 合适的工具 那他最终会用的 可能就是少数几个 虽然目前有400多个 但是他最终会适合他这个学门的 可能就是那几个 但是相对的 对研究者带来困扰之外 我认为可能我们的这些管员们 得要更 这个肩膀给更宽厚 因为的确也会造成一些压力 那会需要知道更多这些 科目科学工具的一些 一些技能跟知识了 如果这个趋势是这样的话 的确会有这个情况 那刚好Vincent的回答 回应到了一个提问者 就是管员们对于 Open Science目前的 网络工具的了解跟吸收 那是否要归类在 学科管员的职障 还是所谓的 Scholarly Communication的Libarian 那甚至我记得之前 郑老师上课的时候 也有谈到在美国 有一个所谓 Re-Re-Re-U-S-A-B-I-T-Y的Libarian 那或许这个部分 可以请郑老师回答 谢谢这位发问的同道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 跟地域文化 还有相关的组织执掌有关 那即便是在台湾 我自己走访台大的总图 跟十大图书馆 在就算是学科管员的编制 都很不一样 有些图书馆 它可能是各个组里面 抽一些管员负责联络 那有些是一整个team 都是学科管员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 那可以跟您说的是 我拿我自己母校的 皮子堡大学为例的话 其实对Open Science 或者是研究资料管理的话 他们有建立一个服务模式 那就是有三个层级 最低阶的层级 最基础的层级 就是所有需要面向读者的管员 包含流通柜台 或者是甚至越南组的管员 只要能跟读者说上话的管员 都必须知道基础的工具 所谓基础的工具就是说 我们图书馆有这个业务 可以找我们的谁 这样子引界的一个资讯 就可以了 那第二个阶层 可能会是学科管员 那他会稍微进一步的 知道一些研究资料管理的细节 可以指上一些特殊的资源 再接下来就是您在提问中的这种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或者是digital scholarship digital data infrastructure 这种专责的研究支持的管员 他可能是一个很核心的team 在整个管里面 可能只有两三位的精锐 那他们负责的就会是最前线的 他们需要去知道很多art words 他们需要知道很多工具 然后他们甚至可以当faculty 或者是师生 对于研究资料或者是开放科学政策 上面的一些consulting的服务 所以简单的用 毗兹老大学的服务模式 回答您的问题 就是说还是要看各个馆的编制 那以我自己母校为例 他们有建立这样三层级的服务 那其他的话就看各个馆 要如何去配置这方面 这个是绝对自由的 给您参考 谢谢 好的 那我想目前今天的这个时程也差不多了 那如果后续还有任何的参与观众 不管是对Vincent谈到技术性的工具 有任何的建议或是疑问 或是对于郑老师今天所分享的内容 还有任何想要讨论部分 那欢迎后续我们大家再使用邮件来去做沟通 那最后也是跟大家提醒一下 今天的这个会议结束之后 我们会有一个精美的一个礼品 来去做一个问卷调查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针对我们会议上的一些分享 跟建议给我们更多的feedback 那郭胜 Eason你这边有没有什么要再提醒参与者的 没有了 那刚刚提到的问卷调查部分 在会议结束后 您跳出这个会议 我会自动打开链接 给您做填写 那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你的建议 或是你的意见 我们都非常欢迎 谢谢 好的 那再次谢谢Vincent还有郑教授的分享 那谢谢大家的时间 谢谢 谢谢 拜拜 谢谢